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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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长 今天是大年初一 所以呢 我们要先顺应世间法 先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那世间人最喜欢 在过年的时候说吉祥话 对不对 中国人很忌讳 你这个过年的时候 不能口出恶言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我前半段 顺应我们世间人间祈求 我们讲什么呢 念佛是可以天福严寿 这个大家听得很开心 又天福严寿 这是善导大师说的 可是后半段要讲一个什么 这是最近有一个居士 他提问 之前也有人问 要讲什么呢 他说师父 我可以提前回极乐世界吗 也有人这样想 我觉得人生太苦了 这个苦我不要吃了 那这个苦呢 我要把它丢掉 我先回极乐世界 想福去了 可以吗 其实这个答案等一下就知道 前半段是世间的 后半段是 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要求这样 为什么可以 或为什么不行 好不好 好 首先呢 我们讲这个念佛可以 天福严寿 我在很多经典都有讲 那主要善导大师 你看我们那个广场那个寄语 有没有 不是有写吗 念佛可以怎么样呢 延年转寿不遭久恨之难 其实他延年跟转寿 两个字意思都一样 就是我们中国人 一般讲的消灾延寿 他的前提是 如果你是决定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那你念佛之后 保证你怎么样 可以延年转寿 就是消灾天福延寿 然后呢 不遭久恨之难 你们知道久恨指的是什么吗 可能不太知道 我简单讲一下 就人间普遍 有这九种就是 这九种你突然间恨 就是突然的遭遇到的 第一个呢恨病 就是没来由突然间生病了 不是这样的案例很多吗 很多人他本来觉得很健康 那突然间呢到医院检查 结果这个结果就非常的不好 可能医生宣告 你剩三个月剩半年 这样的例子现在很多 对不对 那还有我们今天 还有一种例子就是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 出家三年多的一个法师 他一个真实案例 他这个案例很精彩 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 爬山的高手 可是一夜之间 面临死亡 突然间 他的身体状况 急转直下 被送到医院要急救 这等一下我们说 我们讲的 第一个是生病 恨病 第二个呢 口舌之灾 这个有没有 有现在网路发达 是不是叫网路霸凌 那以前没有网路的时候 也有很多很多人 甚至因为社会的舆论 承受不了而自杀的 也有这种真正的案例 对不对 口舌之灾就是被毁谤 被毁谤 这个呢大与小 可能都有人经历过 这是第二种恨难 第三种 官司 恨遭官难 官司 现在官司有没有很普遍 很普遍 动不动就打官司 这两天还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这个师傅 我们家四年前隔壁工厂 那个火烧到我们家了 或者是他们家的工厂 那这个进入打官司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属于这个 很多条例我也不懂 就进入官司阶段 四年多了 那现在对方一直要和解 他来问我可不可以 我跟他回复说 师傅反过来问你 你接不接受 是不是 你要不要接受人家的和解 然后我才跟他分析 这个叫官司 第三种是官司 第四种鬼神得变 这种病症也很多 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居士 她呢 她是好心 她替她认识的人来写牌位 她认识的人怎么样呢 这个女孩子二十多岁了 突然间 本来正常的 突然间变成像婴儿 像婴儿是什么状况 要不要人家喂饭 那大小便利 要不要靠母亲 那这个妈妈 是不是会非常辛苦 她整个变回婴儿状态 然后呢 反复无常 照顾的人很辛苦 晚上也是 有的婴儿 晚上有的都不睡觉的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她也是突然间的 这种状况 这种有 可以说她的冤婴寨主 也可以说鬼神得变 冤婴寨主也是鬼神嘛 是不是 好 这一类的也很多人 有这种困扰 是不是 第三种 第四种 第四种鬼神得变 第五种被抢劫 现在也不少 被抢劫被诈骗 这个都算了 好 第五种水灾火灾这种 第七种被禽兽所吃 是在那个时代 古代的时候经常发生 你到深山或是外出的时候 被禽兽所吃 是不是好 现在我们也可以讲 这个禽兽把它化成一个无形的禽兽 也可以啊 是不是 你被人家那个吞掉了 你被吞了嘛 是不是 你的财产被吞掉了 你也等于被禽兽所吃了嘛 是不是 好 还有一种就是 浮书艳岛 被下浮咒 被放浮咒 这一类的在我们中国地区 或是东南亚地区 这一类的很多 乃至于日本 韩国 都有这一类的东西 遇到事情 他们也会去找 术士去画个符 为了解决问题 那有的是为了对付别人 这一类的是第八类 第九类 汤药不顺 你生病了 但是你吃药呢 越吃越糟糕 或是你看错医生了 越医越重 这种 九种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 可能你身上就有好几种 这种叫久恨之难 因为我们看一句词 总是初步有了解 好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嘛 说什么呢 你念佛了对不对 好 当你真的精勤念佛了 你真的笃定要求生极乐世界了 那你定业当中有没有这几种 有的 我们定业当中有本来有很多 但是由于你念佛精勤仰仗佛力之后 他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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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遭久恨之难 会转 但是这里 欸 师父再强调一下 很多人都都说我念佛了 那 照师父你讲 这些应该都没有 可是我还是有 我在这一段时间 不到半个月以内 整理出很多的 有一个跟我说我念佛了 我还是生病 我还是承受病苦 还有一个说师父 我每天多么的精进 我 我是因为呃 自己都受八关在界 我才看到你的影片 我都受八关在界 我也精勤的念佛 精勤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 任何事情都要不离因缘果报 这是真理 佛来帮助你的时候 要在你的因缘之下 去协助你 在你的因缘底下 让你最快速 而不能说 那个不讲道理的 那个完全不是你的因缘的 突然间马上就给你了 我现在生病 我现在马上要好 这叫不 不符合因缘 也是不讲道理 对不对 所以你念佛了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还有佛告诉我们 你只要真情念佛 这一些你可以消灾免难 但是师父要再分析说 要对他有个正念 你精勤越精勤 你宵夜越多 没有错 但是你还有你的定业要了 要了 要在符合你的因缘之下 你不能做一个无理的一个要求 这师父之前有讲很多 今天是为了讲这个 让你们明白一下 久恨之难 因为刚开始说 要祝福大家嘛 你呢念佛了 天福严寿 免遭久恨之难 那这里呢 我用那个印光大师的一句话 来为这一小段做一个结尾 印光大师这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他说真能念佛 不求世间福报 而自得世间福报 再讲一次哈 真能念佛 不求世间福报 我不求 这叫世间的福报 我不求世间福报 我自然得到世间福报 然后他后来他反过来还讲一句 他说如果你求世间福报 你念佛对不对 但是你求世间福报 那么你不肯回向往生 好强调说如果你求嘛 可是你又不回向往生嘛 那么你会得到的世间福报 反而很少 露裂 反而下裂 而且因为你的心都在人间嘛 你只想求人间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你因为心也不专一也不求往生 那么你当然往生没有办法决定了 所以这里分析的是什么 你希望你是一个福弟子 我们不能说你完全没有求世间的事情啦 因为我们是凡夫 这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我们还在这儿生活生存 对不对 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我们必须具足让你生存下去 但是你的心 你的心 假设你的心 是都停留在这个世间 我只求世间的事情 我不求往生的事情 那么你得到的 你念佛了 你念佛还是有福报 但你得到的福报 为少 那你不求 我就一心一意念佛 反正我的目标就是我将来往生 极乐世界 我人间的事情 一切放下 我一心一意念佛 你没有求 他会不会有 会有 不求自得 这不是更高吗 不求自得 所以这里做一个这一小段 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一般人求五福临门 五福是什么 长寿 健康 富有 高贵 子孙贤达 或是中国人 那个子孙贤达 后面加一个 善终 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个概念 他认为 我能够躺在床上 最后这样叫善终 这是中国人儒家的一个理念 五福也是中国人的思想 对不对 健康长寿富有 高贵 高贵就是我门地很高贵 我做官 或者我是怎么样 我身份高贵 然后我的子孙很贤达 就是一般的人在人间 他认为这就是五福临门 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 我一心一意求往生 我不求这些 你还是得得到 不求自得 而且得到的是自然而有 最重要的是 你将来不受限于这些 你将来可以真正的解脱生死 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开始说 我们要跟大家讲吉祥法 吉祥法就是天府严寿啊 五福临门啊 对不对 现在大家那么虎年 今天很多很多人传 传的不不外乎这些吉祥话 这是可能是一个新意 可是能不能达得到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可以有这个祈愿 可是完全要看你的业力 大多数都达不到了 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看每个人的历史的案例 就知道 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呢 我特别要讲这个出家法师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例子非常好 他是特别写下来 他说我我今天出家了 他是一个禁土宗的一个法师 他是应该他不是新加坡 还是马来西亚就国外的 他把他的例子写下来 他他还没有这个生病之前是怎么样 他经济很好 他说呢 他呢 心里呢 虽然他有接触到佛教 可是呢 他心里都是五欲六成 他开了五家餐厅 这应该是财力不错吧 对不对 他开五家餐厅 然后享受大鱼大肉 他的理念是什么 人生嘛 就是该享受的要享受 这是很普遍的一般人概念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他他的心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些享受 所以他说虽然我接触了佛法 我的这个烦心很重 他是这样回过来检视自己 为什么他能够检视自己生了这场病 好这场病是怎么生的呢 这是2017年巨间也不长嘛 对不对 他说在11月的某一天 他跟他姐夫跟朋友如往常一样 因为享受美食自己又开餐厅了对不对 他说我们一样大鱼大肉吃一顿 好平常吃都没有事嘛 吃完回家了 好那一天晚上大概到了凌晨两三点 他开始只是感到肚子不舒服 所以他以为我大概消化不良 所以他呢第一个动作就是喝盐水 他说我消化不良喝一点盐水应该没事了 好结果呢没有多久他发现他肚脊脊周围呢 就出现了那个那一块一块红色有点像蕁麻疹啊 他说就出现这样一块一块红色的 然后他还是不在意他想这个休息一下就好了 然后呢过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呢 他这个红斑呢不是只有在这个肚脊周围 他说他整个胸部全部都像一块一块红的 而且开始发痒他必须要去抓痒他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警觉 他认为这还是普通现象跟以往一样 我应该是他把棉被盖起来说我流汗流一流可能就好了 好在醒过来的时候他这个红斑本来是肚脊 然后现在胸部到整个手臂全部都是了 然后他呢有点急可是呢还没有去找医生他去冲冲热水 他想这样应该会改善没有想到突然间的病情急转直下 他开始呼吸困难这一类的病症是这样 然后舌头肿胀你知道舌头肿胀就不能讲话了 他说他的声音他话呢已经要讲不出来了 呼吸困难全身无力而且很糟糕他一个人住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这时候拿起手机最后还能讲话的时候 打给他的姐夫求救然后拜托说你现在马上过来带我去医院 只能讲这样子因为那个舌头已经快不能讲话了 然后他姐夫带他先到附近诊所第一个附近诊所 附近诊所医生呢给他量的血压种种一下说抱歉这个我治不了 很紧急往大医院送好那诊所不收嘛 就姐夫只好把用什么你知道吗 他姐夫紧急一下用手推车手推车载着他 然后载到那个进电梯然后手推车载他去干病 最后呢只好呢又要去大医院他知道说我可能快要不行了 他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他的这个姐夫已经交代他的后事 他知道心里清楚好到了到了大医院的时候 他说他当时身体这些症状让他很痛苦他大喊一声啊 结果这大喊一声有个好处那医生护士吓一跳赶快过来看他 把他送到那个急诊啊马上马上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 他全身无力也没有办法站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走路 他譬如说要站起来他整个身体马上瘫软在地上 瘫软在地上呢那个医生呢是找了几个人把他扛上病床 然后推进急救室然后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印度籍的护士说 你们看用英文讲他的脚变成黑的 他用他的眼睛的余光看一下哇他整只脚都变黑色短短的时间脚都变成黑色 然后他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突然间有福报 他想到了念佛为什么他平时有接触过善导大师的思想 平时有接触过佛法只是没有修行他突然间想到念佛 可是他说他念不到三声就没有办法断断续续他突然间去体悟到说 人啊要即将死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修 不管你平常夸大你自己修行功夫多么了得 在这种时候完全用不上只能靠阿弥陀佛救度 他当下想到是这样我已经没办法 那么他有一个善根真是想到说 这个阿弥陀佛说十念念十声都救嘛 那我现在虽然呢三声念完就没有办法念断断续续 三声念完就没有办法念可是他说我相信阿弥陀佛不会舍弃我 这个念头救了他他说我相信阿弥陀佛不会舍弃我 他就这样断断续续三声不到这样念佛 然后他说很可怕他的全身肌肉不受控制 眼泪鼻水口水这种液体的就全部流流眼泪流鼻水流口水 然后他的视线全部是黑色 他说我的眼睛是张开的可是我看出去全部是黑色 你要知道很多人描述他离命中的死亡境界 没有修行的人都是这样进入黑暗或进入深渊往下掉 他现在看到的是死亡之前他说我眼睛张开 可是我看到全部全部是黑色的 他这个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死定了 他想我应该是没有办法 然后他描述说他想说既然这样 我就跟我姐夫说再见吧 他的意念他的意念说我伸手跟我姐夫挥手说再见 我们下辈子极乐世界见他还想到极乐世界 可是实际上他姐夫在旁边没有看到他挥手 因为他的手根本举不起来 他说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全身肌肉已经无力 他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他的意念以为他挥手跟姐夫说再见 其实根本没有他姐夫没有看到任何状况 所以他这个时候也回想到说 再健壮的人在死亡面前都没有用 他说我是一个爬山高手 平时身体健壮如牛的一个人 我突然之间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我这么健康的人手指头我也动不了 他在死亡面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想到了这些 这对他是一个好处了 好接下来 就在一瞬间他已经看到全部黑暗了 他知道他没办法 他说一瞬间呢 听好哦 上方呢一道黄色的光明出现了 他的整个面孔笼罩在这个黄色的光明之中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我的心里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阿弥陀佛的佛光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在做梦的时候虽然没有交谈 没有什么 可是意念很清楚知道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也是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这是阿弥陀佛放的佛光 这个佛光有一个什么作用 我觉得这里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佛光照射有多么的好 他说这个时候 我被佛光照射 我身体所有的疼痛都没有了 还有 我世俗所有的事情突然间都没有了 你看我你看现在想想你自己 你们现在回想你现在自己的脑袋里 还有很多念头对不对 脱离不了世间上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 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财务你的种种 其实都在脑袋里的 他说很奇妙 当那一道黄色的光明的佛光照下来的时候 我身体疼痛都没有了 然后我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他说这个持续的几分钟 而且在这几分钟以内 我跟平常不一样是什么 就连护士他打点滴嘛 他说那个点滴哦 进入我身体流动 有没有流动清清楚楚的感知 就是你的感知很敏锐 平常你打点滴感受不到 是不是 你打点滴就只是打 你并没有感受到那液体在你体内流动 这个证明了什么 当你被佛光照射的时候 他有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利益 因为佛的光明就是他的全部 全部的功德 所以你可以想见 当你离命中的时候佛光照射你 你所有世俗的事情都不会去想 所有原本生前的疼痛也都没有了 你还担心什么 你必然很欢喜 踊跃的随佛往生啊 是不是这样 好他就是 这个佛光照射之后 他说好 照射几分钟之后 他眼前本来是不是都黑的 他眼睛还张开对不对 他说黑色就慢慢退去了 好慢慢退去 他就看到旁边的人了嘛 他这时候看到护士拿出一个 他这个名词叫做自动体外心脏去占器 也不是我们讲的叶克膜 我不知道一步一样 他就说因为他的心跳这个时候 剩下那个一分钟只有二十几下 医院已经打算他心脏会停 打算说心脏一停了 这台机器马上插进去急救他的 让他心脏复苏就对了 好结果呢他被佛光照耀以后呢 他身体的状况突然间的恢复正常 他是不是突然间产生这种要往生的状态 佛光一照他不需要再急救了 他在医院休息了一个晚上隔天就出院了 是不是来的很突然好的很突然 所以业力不可思议佛力更不可思议可不可以用在这个例子上 业力确实非常不可思议哦 你大鱼大肉享受到你业力那个因缘时间点 你该偿还的那个点你逃不掉 这叫定业业力的可怕是这样 但是佛力的不可思议超越业力 我们才能消业是不是这样 当这个佛力出现的时候 他度过了这个关口 好他死里逃生之后 他开始去反省自己 因为他经历了当一个人真正经历的死亡之后 他人生观完全会改变 从一个纯粹的享乐主义 开始去回光反照自己 我自己的过失有多少 我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想到的说 没错世间无常国土为粹 佛陀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这条命马上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他想说这个命是阿弥陀佛救我的 所以我要活得有意义 我要把剩余的生命 来向更多更多的人介绍阿弥陀佛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解脱生死 这是他发的一个愿 所以他从一个极度享乐的人 他发了这个愿 然后他就去找 马来西亚 他是马来西亚 他就去找马来西亚 那个专门弘扬净土的这个法师呢 就跟他说他要出家 然后他先在佛寺里学习 你知道出家是要有大福报大道心 出家是一件大丈夫的事情 是将相所难为呀 所以最近连续 其实连续都有人问我 要来跟我出家 我都婉拒了 我在这里也强调一次 我很惭愧 我真的觉得我德行也不够 我也只是一个凡夫生 因为我觉得要培养生财 要具足很多条件 我的理念里面是这样 你要给予这个人很多的正念 很多的教育 很多的教导 那我认为我的因缘并不具足 所以我会介绍他们 德行更好的净土宗的长老 请他们去跟随他出家 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因为这样 所以呢他学习没多久 他在2018年出家 他是2017年11月发生的 2018年7月大概就是说半年多之后呢 他就出家 他说我特别要把我这个经历写下来 我这种在死在这个死门关之前 走过这一回他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好 虽然我们不见得发生他 他们那么戏剧化的一个情节 但是我们随时发生状况都有可能 对不对 你们看到周围的人 很多人随时都有发生状况 所以呢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一段 你念佛就是消灾严寿 就是善导大师说的严年转寿 就是必然的必然的 因为这句佛号有无量的功德 佛力大过业力 但是要看你那个心念 你看他当下想到的心念是 我知道阿弥陀佛一定不会舍下我 他是不是有这个信心 他说虽然我现在念佛三生念完 我就念不下去 但是我相信阿弥陀佛不会舍下我 前提是不是我相信 好 其实净土法门简单到什么程度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愿意 你念一生真的阿弥陀佛也带你去 那我想他的 他为什么不直接接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他还有他的业力善恶业力 他留下来出家了 是不是弘法度众利益更多的人 这个就是接到下面 有人问我说师父 我念佛了 我觉得人间实在太痛苦了 我跟家庭相处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 我要要求阿弥陀佛提前带我走 可以吗 请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啊 真的有人想要提早回去的举手 我看看 一个 两个 两个 其实很惭愧 我也曾经想过好多次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摄身很难用 我想想 我没有这个摄身的拖累 我用这个到了极乐世界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无为 那个清静之体啊 我用那种清静之体来度众生 可以度更多的众生 但是呢 呃 我们不能这样偷懒 我们也不能这样 没有责任 我告诉你们这个答案是什么 好不好 就是说 你说你要提前回去嘛 那我总要回答你们 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不好意思齁 很困难 很困难 我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 一定会有例外 这个例外是什么 万一这个人 他真的精勤的不得了 真的非常精静的念佛 他的那个心比磐石还要硬 他真的精勤的不得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其他绝大多数万万中之一 呃 有可能 其他都不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你的定业要了 我分析给你们听 你就知道 我们来投胎的时候 定业跟你来 好我们说过了 除了你的容貌财富家人 你这一辈子会遇到什么人 你跟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在某年某月某个地方 要怎么样相见 这个叫定业 就是一般人讲的 注定的 但是念佛可以转 对不对 决定可以转 你念佛了 有没有转 一定有一部分转 可是还很多没有转 是不是这样 好假设说你现在四十岁 你现在四十岁 很苦啊 我仙人对我也不好 我儿子也没有如我预期的优秀 你说健康财富长寿 种种 我没有一项如意 我也不高贵 是不是 那所以我五福都没有 那我不如回极乐世界 是因为得不到 如果这时候突然间中大乐透 可能说那还不错 我继续 我继续 留下来 愿人间想想福 我讲的是什么呢 你的定业 是这样 假设你现在四十岁 好 如果你定业当中 你五十五岁 娶媳妇 你跟媳妇之间有定业要了 好 假设这样讲 你五十八岁 会有一个孙子 你跟孙子之间有定业要了 你现在四十岁 你跟阿弥陀佛说 我要回极乐世界 那请问一下 你五十五岁跟你媳妇要了的定业 你五十八岁跟你孙子要了的定业 这些是你自己要了 我说过哦 你念佛以后会转 一定会转 但是转的多少完全看你的精情度 譬如说你跟你媳妇的定业 原本是水火不容 两个人要拿刀相杀 假设这样讲好了 好 因为你念佛了 这个定业已经消了 有转了 转到呢 可能只是冷战啊 相敬如冰块的冰 这样子而已 可能转了 可是还是有那个定业 或者是你有一个孙子 本来要来跟你讨报 不是要来报恩的 是要来跟你讨钱的 假设啦 假设 你欠他嘛 你过去生你欠他 那个钱财 这一生他要来跟你讨 这是原本你的定业 58岁要发生的 好 你现在40岁 你跟阿弥陀佛说我太苦了 这些我都不要受了 你提前 带我回极乐吧 那很抱歉 你也不够精勤 你的决心也不是真正的那种大测大乌那种决心 没办法 因为你的定业 你的定业 你与人之间 人人 人人这一道的复杂是在什么 跟太多人有共业关系 我跟你讲 三恶道 虽然很不好 那个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但是他们比我们人相对单纯很多 单纯在哪里 他们单纯就是受苦 动物道顶多与主人之间有因果业力 或者他是做流浪狗的什么 他们是不是相对单纯 人相对的复杂 复杂在哪里 与其他人之间的共业 你与你的家人 家人是最严重的 你与你的朋友 你与你的同事 你与你的邻居 乃至于你与某某人 之间的这些共业 你都得了 他是困难在这里 虽然你念佛 但是对方可能都没有念佛 也没有修行 那么你跟他之间这一条 你念佛有转 可是还没有了 你得去了 你得去了 所以我们常跟大家说 我们不求严寿 我们不求减寿 我们不求提前走 我们也不求严寿 我们一切交给佛安排 因为这当中的 家家简简太复杂 我们无法决定 你就安心在这里 你活一天 念一天的佛 活一天多 劝人要念一天的佛 你急的去弘扬阿弥陀佛的 这种大慈悲大愿力 那不是也很好吗 就做到阿弥陀佛来通知你 你可以走了 你就可以赶快高兴的走 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不走了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去了 就是这样讲 因为业力的复杂 人与人之间 这种共业 这种共业太复杂 那为什么你自己很多人病苦 一念佛就好 那个属于 通常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生病是不是你在受苦 大多数是你自己一个人 就是你今天得癌症 你今天怎么样 大多数这种业力是属于你一个人 那属于一个人就好办了 怎么样好办呢 因为 只跟你有关 你念佛 很好办 跟别人不相干 他的效果 很显著 用一个世间的比喻来讲 但世间的事情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事情只跟你一个人有关 你可以决定 是不是好办 你一个印章就盖定了嘛 假设 那个社会案件有没有 那个社会新闻 比如说这块土地啊 已经历经了五代的人传下来 那五代人的所有权加起来一百多人 对不对 好这块土地如果要卖的时候 这一百多人都要盖印章是不是 好那这种种业通常不要接 因为太麻烦 根本卖不出去 那么我们人的贡业就是像这样 我们还不止一百多个印章要盖 我们可能上千条上万条 你跟很多人之间的贡业 都要都要了 可是如果这个事情只跟你自己有关 相对的很快 你现在生病了 你一心一意念佛 你看念佛而病情马上好转 就像这个法师的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对不对 非常多 因为自己一个人的业力好解决 可是跟其他人的难解决 人道就是这样 那地狱恶鬼畜生 他们相对简单 所以这个脸友他还问我 他说师父 这个他是他是讲说 他知道人要提早求往生 大概不太可能 他说那如果鬼到 他想到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都有写牌位啊 你们很多人也有写牌位 对不对 他说假设我的经济能力 只能写半年啊 那半年到了 他很好奇啊 好奇宝宝 他半年到了以后 他会不会被赶出去啊 还有他如果没有去极乐世界 他会去哪里 就是都丢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他丢一句话 我要找好多的资料告诉他 我跟你们讲 如果是绝灵众生 他相对简单 为什么 他通常就是我说的 一个印章就好了 跟我自己有关 如果他是很欢喜进来修行 他很想求生极乐世界 这当然没问题 一下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或者是他虽然还没有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可是他想修行 譬如说他进来牌位六个月对不对 好六个月好六月三十号牌位拆掉了 你想佛会敢他吗 不要告诉你们放心 佛菩萨绝对不会敢他 护法不会敢他 因为为什么 这个是要修行的绝灵啊 我们都还有写很多那种牌位就是 只要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在山门外啊 或者是你是发心念佛的人 或是什么 反正都可以 你只要要修行 前提很简单 你只要要修行 我们一定地藏殿让你呆 所以如果你牌位到齐 牌位里面那个绝灵 他是想修行的 放心 一定不会被赶出去 也一定可以留在这里继续修行 那假设 这个人根本不想修行 这种有耶 他根本不想修行喔 然后呢 因为这个 他的这个卷署给他写了牌位 对不对 他是有资格进来 可是进来这里也不怎么开心啊 因为这里也没卡拉OK啊 也没电影啊 也没什么 不符合他的这个五欲六成的需求 他又不想修行 好 时间到了 哇真的喔 到了那我可以出去 我们以前真的有这个例子喔 有一个人喔 他妈妈往生 一般人都想孝顺嘛 给他妈妈写个大牌位 你知道他已经忘了写多久 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喔 然后 他说奇怪 他怎么梦到他妈妈很开心的跟他说 他要出去了 他马上问我说 请问一下我妈妈大牌位到什么时候 我们给他查一下 果然已经要到齐了 他说这样子马上帮我牌位继续立下去 意思是 我不要让我妈妈出去 这种就是什么 根本不想修行 好他有没有得到这个牌位供养三宝功德 有 这个笃定得得到 供养三宝这个功德 你们放心 这是实上功德 是佛门的功德 他得得到功德 得得到功德是什么 他会越来越好啊 他虽然是个绝灵 绝灵有分耶 鬼有分 那种善驾鬼 父有鬼 种种有分耶 还好以前也有人感应说 我们立了牌位以后 我梦到他们真好耶 就在这里泡茶 还有擦花 是说过得很悠闲 这是得到那个功德 所以他在这一届觉得过得挺好 可是当然这个不是究竟 但是我的意思是 供养三宝功德 他得得到 只是他不想修行 对不对 好 他不想修行 那出去会去哪里 看他的业力 看他的福报 这个就不一定了 难讲 没有 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绝灵众生 不一样 每一个绝灵众生 不一样 所以 这里 师父也解答 你们这样的一个疑问 你们写了一个牌位 写冤军在主牌位 种种 这是我们心意 供养三宝功德 他一定得得到 你们放心 但是牌位到齐之后 他能不能留下来 取决于 这个绝灵想不想修行 他想修行 十方元同事决定不 决定留 我们有留了多少 甚至没有人写牌位的 我们都有多少的 绝灵众生进来 我们还有一个 只要你发愿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全部可以进来 还有一个长期 永远长期的一个大牌位 你只要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你都可以进来 这个佛菩萨跟护法都会过滤 是不是 所以 所以这里 你们也给你们一个概念 这个三恶道的众生 他相对比人单纯 因为他单纯受苦 所以他的业力 其实他为什么可以 对对 这里要讲一个 他可以提前舍报 他们可以提前 往生极乐世界 他们可以 为什么 因为 他只要盖自己一个印章就好了 比喻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我跟其他没有牵扯 所以当我发愿要往生极乐 那个一刹那 虽然原本 你地狱可能五万节 你原本在地狱里要五万节 可是你在地狱的那个一刹那 你发愿了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我太苦了 好 那个一刹那 你就可以去提前 缩短 缩短了地狱的寿命 他可以 因为他单纯 或者是恶鬼道也一样 而且鬼道很多嘛 或者是很多的鬼道众生 一个 比如说一场念佛法会 或者是一天的念佛 他们就往生极乐 为什么那么快呢 他一个人 可是人的困难是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跟太多人 有虔诚的定业要聊 这样懂了吗 这样懂了 连地 连那个动物 都比我们快很多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佛弟子 他描述 他说我没学佛之前 因为我们家都有那蚊子啊 蚂蚁啊蟑螂 他说他们会买很多 跟一般人一样 买很多杀虫剂 杀生 他说那个防蚊片啊 或是杀虫剂 他说他刚才他学佛以后 他就不想杀生 他不想杀生呢 他就开始 每天呢 有诵佛说阿弥陀经 每天念佛呢 一千生 然后他还没有 进入一项专念 所以他还有送很多的经 比如大悲咒啊 地藏经啊 什么什么 他说很奇怪 那一年发生的 不可思议的现象 他们家原本很多很多 那些昆虫啊 他说奇怪 他都没有杀生哦 可是怎么死了一大片呢 提早往生 懂意思吗 这些不是被杀生的 是因为佛号的功德力 佛经的功德力 这些功德力 让这些地狱 动物道的众生 提早可以舍 舍掉动物身 而往生 所以动物道 地狱道 恶鬼道 这三恶道的众生 他们如果一念生起 我要求生极乐世界 可不可以提早 可以的 单纯很多 那我们现在是人啊 这个很抱歉啊 我们跟人的牵扯太多了 你们要经过人家同意 那个定业盖印章 大概要一千个 一万个印章 那就相对困难一点啊 这是阿弥陀佛要包办 要不然那个人间的仲介 根本不管我们 这种土地出分的事情 是不是那么为难 所以呢 做一个结论哦 就是前半段 我们是因为过年 所以就祝福大家 这也是念佛必然得到的 但是要记得印光大师说的 真念佛人 你不求人间福报 自然得到 你们应该要如此 不求自得 不用去求 我们本来就要离开娑婆世界 这娑婆世界 这么漏裂的乐 有什么可求的 而且几十年 那无常又常常发生 什么时候哪一天发生 无常都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联友 就是她妈妈前几天 早上六点多突然间 往生了 为什么 就上了新闻 就是她有没有 那个中部啊 她骑三轮车 被25岁酒驾的人 撞的那个新闻 就是她的母亲 所以她说 她虽然信佛念佛 但是面临这个 她跟我说 她心很乱 她现在真的静不下来 我跟她说 你要保重种种 我给录音传给她 她说师父听到你坚定的声音 我的心就安定很多 因为你静不下来 你怎么念佛 那你不念佛 你怎么劝你妈妈 往生极了呢 我说现在当务之急 你就是要念佛 一定要祝缘你的母亲 往生极了 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静下来 所以我们给她一些助缘 比如说光明灯的助缘 什么这样子 所以仍然无常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 你的定业哪一条在等你 你不知道 所以安心的念佛 不求人间的事情 那我们也不求提前舍抱 我们在 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业力 我们要有一种 很心甘情愿的去接受 这是我们本来该受的 现在已经减缓了 那么本来就是该还的 欠债还债嘛 欠命还命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 这个你看那个 有的那种黑道大哥 都很狭义的豪迈的 对不对 要命一条给你嘛 意思我欠你一条命 我还你嘛 是不是 这是就是说在因果上面 在定业上面 这些该了该还的 对于我们这个佛弟子 我们真的是要坦荡的去面对 要真的感觉到说 这本来要承受不要抱怨 你能做的是什么 一心一意的念佛 我们为什么结论都要说 一切交给佛安排 因为你没有办法安排 你安排也安排不了 你是人的思维 你根本抵不过业力 你怎么知道 你哪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在这错终复杂的 业力的加减乘处 你根本算不出来 所以只能给佛安排 请你不要怀疑 请你要相信 因为当你心念有怀疑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痛苦的人 你心里很煎熬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你对一个事情犹豫不定 犹豫不定 或者是你对于说 念佛真的会好吗 念佛真的会改善吗 然后你又想东想西 这个事情到底会演变成怎么样呢 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的心永远在煎熬啊 就在火上面煎来煎去啊 你就如同那个锅子里面 那一条被煎的鱼 你心里很煎熬 那如果你放下这些 你很笃定的相信 我相信佛 我相信这句佛好功德 我相信佛或做做安排 我全部就交给佛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请你们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人间所有的五欲六成 那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能生活就好 安稳生活就好 业力任何业力要现前 我都坦然接受 我就是念佛 交给佛安排 承受多少 我都接受 我不求说我没有病苦 为什么 如果这个 这个你应该开刀 已经没开刀了 现在只是痛一下 那不应该吗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要对这些 希望今天 新年的一开始啊 师父一方面 给你们人间的祝福 那一方面要给你们 正确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希望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 能够很安心的去念佛 那一定能够得生极乐 得生极乐不困难 真的 真的是不困难 阿弥陀佛给了最低的门槛 让他容易到不容易 真的没有办法再容易了 这种 这种你们一定要把握住 好不好 那最最好的祝福就是 得生极乐 那人间那一般的村民 我不敢这样讲 他会觉得大年初一 你怎么跟我讲这句话呢 是不是 那对于你们念佛的弟子 可以 所以这是今天师父简单呢 跟大家分享 这样有没有听明白 有 好 那我们再来念佛三声 好 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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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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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Amitofa